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芒果這一家 趕快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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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芒果這一家 這位是芒果 我們是芒果的姐姐 我是Yumi 我是Sel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歐洲自助必備的五類小物 第一類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腿部舒緩類 有美腿襪 有美腿襪 美腿襪 還有刮沙板 跟腿部舒緩霜 其實如果你跟我們一樣 都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或者是需要長時間走路的話 一定要帶的就是 美腿襪 某一年我就先帶出國 我就想說帶出去穿 真的很有用 因為我那時候有穿的 我就不會哀哀叫 我整個旅程當中 是都沒有穿這個東西 超第二天第三天 其實我的腳已經是屬於 不太能走的階段 然後每次走就是很慢很慢很慢的那一種 對啊我都會一直說我們走那麼久 超痛苦 可以走快一點嗎 我們還有很多路要走 就完全走不動 就每天走 喔愛愛久 所以有前面好幾次的經驗累積下來 你真的會覺得 要好好去完成這個長途旅行 你真的要保護的就是自己的雙腳 對 非常重要 強烈建議 一定要帶喔 比完早我會先大範圍擦上 腿部舒緩霜 跟刮砂板一起使用 從腳環的方向往上去按摩 那力道其實要稍微大一點 你才會有感覺 整隻腳按完之後 其實我還會 腳底板也要按摩 通常在痛的位置 其實是腳底板居多 我們再穿上眉腿襪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從旅程第一天 傳到旅程的最後一天 然後每一天是沒有間斷的 而且是真的會聞到很累 你就會抬腿抬到睡著 通常睡到半夜就會被痛醒 痛到受不了後 我們就會把眉腿襪脫掉 不過至少也有穿了三到五個小時 還是有點效果 所以隔天一早起床 你就會覺得緊繃的雙腿已經舒緩許多 第二類包包類 要推薦給大家的有 尖杯小包包 還有綁牆包 還有這個勾帶 這三種就是我們要推薦給大家知道的 這個小包包是我們前幾年去日本東京買的 這個體積不大又很輕巧 而且裡面還有加層喔 對 它裡面有三個加層 最後一層是透明隔層設計 可以將手巾放進去的手機觸控包 然後它還可以放 前、油圓、護照放進去 我們覺得這個側杯小包包超級好用 因為我們這幾次去自助旅行 我們都有背它 尤其是去到歐洲自助旅行 建議隨身包包可以背越輕巧的越好 我們帶的歐元只會帶當天要花的錢 我們不會把所有的歐元都帶在身上 只是這個小包包 它這個透明隔層設計 在使用的時候是滑得動 仔細在用的時候它的靈敏度沒有那麼好 你在滑動的時候力道可能要加重 就是會卡卡的 去歐洲比較方便是因為 你隨時要看時間或者你要找路的話 你不用把手機拿出來 其實這樣子是比較安全 就至少你在路上如果趴手 它盯著你 其實它想要搶你的手機 這樣子要被搶的機率也比較難 而且如果你背這個肩背小包的話 你一定要把包包放在你的身前 就是你的胸口這邊 千萬不能放到背後 因為你放在背後就是別人的 放在前面就是你自己的 放前面也比較安心 而且你背的時候還是要用手護著它 我們之前去就四五六月 有時候比較能會穿外套 我們是包包背在身上 那再加一件外套 平常我們就是會用手去壓著 通常你有這個動作 爬手就會去找別人 它會去找另外一個 它比較好下手的目標 第二個是房牆包 這個房牆包其實很多地方都有在買 可是我們這個是去包牙買的 它裡面又有幾層設計 其實我們就覺得它好適合當房牆包使用 去到歐洲旅行 不管跟團還是自住 一定要帶的就是房牆包 即使不是每個歐洲國家都那麼危險 但是身處異地的我們 尤其我們是東方面孔 很容易就被永新人士盯上 所以為了應付這些麻煩的情況發生 就很需要一個房牆包來防範 如果這些貴重的物品被爬走 真的會遇哭無淚 尤其是你在國外 你還要重新辦理護照 真的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 而且你還會浪費時間 我們出國已經分秒必爭了 如果你的護照還被爬走 你還要去找警察局 你還要再去重新辦理護照 你可能一兩天的行程都泡逃 我們出國之前 房牆包裡面的東西都會先裝好 像一些歐元還有貴重的信用卡 其實都會裝進去 可是護照我們會裝到小寶寶裡面 因為去到機場就是要用到 可是用不到的東西可以先放在這邊 就會放到水深的行李包裡面 像我們之前去到歐洲 就是會入境之後 拿了行李 我們就會輪流去廁所 先把房牆包繫在身上 之後我們再去搭大眾運輸工具 去到歐洲的市區 我們通常不是每天都會繫著房牆包出門 大多數都是在移動日才會使用到 每次移動日都要拖著行李箱 大貓小包的 又要找路真的很容易分心 平常的時候 只會帶當天會使用到的歐元出門 其他的錢 我們會連同房牆包所在行李箱裡 前提的是 你要先確認 你住的住宿夠安全嗎 才可以這麼做 第三個就是購物袋 那這個購物袋就是可以折銷銷 所以去到歐洲自住旅行 我們基本上每天都會帶購物袋出門 平常其實就是側背小包包跟購物袋 我的購物袋就會裝我 那一天出門會用到的東西 我是沒有背後背包 而且是有背 可是我們會看狀況 有的城市我會背後背包 2019我們走過的城市 只有巴黎沒有背 其他城市其實我都有背後背包 基本上去到巴黎 我就會換成這個購物袋出門 然後再搭配我的肩背小包 不過也有例外 例如像是去到巴黎的伊士尼樂園 我就會把我的後背包 裝到我的購物袋裡面 帶去那邊 再換成後背包來背 如果你去歐洲會買精品的話 真的也要多帶一個 就是看起來很普通的購物袋 這樣子提著大包小包 走在街上 走在香榭大道 你絕對就是那些搶費的目標 你買好 你真的就是要在百貨公司 把你買貴重的包包 放在購物袋裡面 用背著 紙袋都收起來 才不會被有心人士頂上 這真的非常重要 其實還蠻多 背包客棧或者是部落格 有一些有遇到這些經驗的人 就寫出來 那我們出國之前 其實就會上網趴文 就看到蠻多人 遇到一些狀況 第三 遮陽類 對 有 墨鏡 還有 帽子 墨鏡跟帽子 這個去到歐洲也非常重要 必備必備 因為去到歐洲 太陽真的很大又很斜 而且非常刺眼 尤其是你去的時間點 是調在日照常的時候 你記得我們上次去到維園那 早上6點就出門了耶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那天太陽超級大 像有的時候我會挑帽眼比較寬的帽子 這樣子就可以遮太陽 還有我們去到歐洲 歐洲人都很想中太陽 沒有像在台灣的時候 大家都有撐陽傘的習慣 歐洲人是不撐陽傘的 對啊完全都不撐 我們那時候不是還有學巴黎人坐在那裡 綠色鐵魚上原本想要當個尾巴黎人 在那邊享受一下太陽 結果曬不到兩分鐘就立刻跑去樹蔭下 這樣子直曬真的皮膚很痛 像我們2019年就有去到 德國第一高峰的楚歌峰 那時候他也有下雪 去到冰河平台裡 去到戶外整個是看不清楚耶 眼前就是白茫茫的影片 還有去到雪地的時候一定要戴上墨鏡 否則強光會直接照射到眼睛 第四類 遇寒保暖類 推薦的有 手套 還有保溫品 上面還有妹妹喔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手套 這個算是季節限定非帶不可的旅行小物 記得我們這三次歐洲自助旅行 這條4月5月跟6月去的 由於歐洲的春夏季節變幻莫測 印象中我們2018年的4月 剛去到巴黎其實就有遇到巴黎熱浪 30幾度 可是我們出發前明明有先看氣象 應該最熱只會遇到25度 可是一去就30幾度 我們還沒有帶短修的衣服 隔一天還去拉羅賣短修衣服 可是隔了幾天我們就是玩完巴黎之後 我們就一路往比利時的方向走 去到比利時感覺又變成秋天 對 氣溫慢慢的下降 結果我們後來去到荷蘭竟然就變冬天了耶 差不多跟台灣的寒流一樣冷 等於是我們這16天的大比和自助旅行 我們就經歷了下秋冬三個季節 尤其是早晚的溫差還是很大 所以冷的時候待在外頭你就會覺得手超冰 還有我們去到荷蘭也有去酷肯霍夫花園 還有小海堤房都有騎腳踏車 就是去到荷蘭騎腳踏車真的是超凍超冷的 所以一定要戴手套 你才會覺得雙手變比較溫暖 像我們上次去酷肯霍夫那天明明就是大晴天 對 可是那天溫度也才幾度 10度左右 可是大太陽 但是我們在戶外賞花的時候 冷到不行 保溫瓶 因為在某州旅行沒有像在台灣那麼方便 台灣很多車站都會有飲水機可以裝 或者是我們要去楚歌峰去比較寒冷的地方 有保溫瓶是真的非常方便 第五類 讓自己輕鬆一點累 推薦的是這個 副輪子的拉桿包 這個 像我們前幾次去日本自助 早上先去逛景點 下午就會安排去商店街逛街 就會去逛很多的藥妝店 就會買很多東西 買完之後我們就會塞後背包 可是呢 你在自助的時候 你又要一直走路一直走路 你每天要背那麼多東西 真的是走到最後回到你住的地方 會覺得腰超痛的 腳也很痛 所以我們就是之前這慘痛幾年之後 我們就想說要找個東西可以分擔 背在身上的重量 所以我們就找了這個有副輪子的拉桿包 像出國的時候 它裡面就可以裝我們平常要用到的水身行李 帶上飛機 我們去到歐洲的話 每天要用到的一些東西也會往裡面裝 就是可以省去一些重量 它可以讓我們一整趟旅行 結束後都不會覺得要算背頭 我就覺得還蠻實用的 恩 推薦 像我們上次去後頭十九天 可是整趟旅程下來 我覺得它真的是幫我們減輕很大的重量 其實我覺得是真的還蠻實用 因為你又不可能這些東西全部都背在身上 因為你背在身上 你要走一整天的路 我會覺得旅行那麼長的時間 將近二十天 如果我每天都背十幾公斤在身上 我又要走十幾天的路 我真的會受不了 我們也是會看那一天要去哪些地方 像上次去楚歌峰 我們就沒有帶它 因為我們要去爬山 對 你怎麼可能帶這個拉桿包出門 這大部分的地方是都可以帶 之前有去到波王湖 那時候就下雨下很大 其實也沒有帶它 因為怕它濕掉 對啊 因為它又沒有防水 如果帶出門其實也麻煩 所以其實我們會看狀況 看我們要去的地方 還有看天氣來做決定 像之前去蘇鎮公園 野餐 賞櫻花的時候 我們就有帶它去 很方便啊 因為我們那邊要帶去的食物很多 所以就可以全部都塞進去 拖著過去 以上就是我們經歷這三次歐洲自助旅行 覺得值得推薦給大家知道的 五類旅行必備小物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在疫情過後 去歐洲旅行打包行李時 也不要忘了參考我們的小PayPal喔 如果你們有什麼旅行必備的小物 也歡迎留言與我們分享 等待疫情結束之後 我們都能完成被中斷的旅程 記得訂閱芒果這一家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支影片喔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和開啟小鈴鐺喔 妳可以出來了 妹妹妳不要一直挪辣燒 妳可以出來了